6秒KO云爵两分钟 神兽玄武打假成功 高边腿残暴摧毁贾李小龙 国际江湖文章就在昨夜 宁夏淫川 黄金斗士环球拳王争霸战的擂台之上 有着中国一拳一腿第一人之称的神兽玄武不负众望 仅仅在开局6秒钟便强势摧毁了号称李小龙的贾李小龙弹琴 打假成功 赛前拳迷普遍认为玄武会赢 但是没有想到他可以6秒钟摧毁贾李小龙 32岁玄武也将职业战绩提升至25战全胜25场KO对手 笔者不禁感慨 难怪玄武敢挑战一龙并自信两回合将一龙击出拳台 他确实是有着实力 如今玄武已经成为中国传武大师的克星 永春行义大师李峰跆拳道冠军里正反 贾李小龙弹琴都被玄武强势摧毁 可以说25连胜25KO的战绩已经成为玄武的招牌形象 幸亏武僧一龙腰伤 否则玄武定会再次叫板一龙 甚至两回合将一龙击出拳台